陛下 娘娘 这太子大婚一室 乃是我朝大喜 天下百姓之福啊 待会儿啊 太子来了 正好给他个惊喜 裴将军的女儿 确实是最好的人选 皇后有眼光 待此事召告天下之时 正是朕泰山祭祖的时候 朕也可以借此告慰祖先的英领 陛下 要不要叫太医 没事 老毛病了 并无大碍 皇上 龙铁要紧 切不可大意 皇后 好在 有你这个贤内助为我分忧啊 所以皇上您啊 才要更加保重龙体 我们要白头偕老 说好的 你一定会儿 是 这是 我们要来的 我们要去 飞行 离家 杀 我们要来的 还要来的 乖 我 这 有点 要来的 我们要去 帮助 会有皇后娘娘当年的风范 儿臣参见父皇母后 臣叩见皇上皇后 平身 皇后 你跟皇儿说吧 皇儿 你身为太子孝表天下 如今已经到了适合大婚的年龄 婚姻大事该提上日程了 父皇母后每日为国事操劳 如今还要担忧皇儿这等小事 是皇儿不孝 让父皇母后担忧了 定太子妃之事 儿臣则无旁贷 宣 太子殿下听宣 资闻左京吴将军 裴居道之女裴洛卿聪明大方 温良敦厚 平茂出众 朕恭闻之甚远 今太子年级若冠 是婚娶之时 当则贤女与配 执裴洛卿代字归忠 与太子堪称天涉地造 未成佳人之美 特将辱许配太子为太子妃 一切大婚事宜礼仪 交由礼部操办 待泰山祭祖后 拙太子 拙太史局 拙良辰完婚 拙良辰完婚 皇上皇后 想必太子喜不自胜 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皇儿啊 就是太老实 儿臣不孝 请父皇母后收回成命 你说什么 父皇母后 这太子妃 儿臣心中早有人选 希望父皇母后成全 你 逆子 你 你 皇上 你 你敢抗旨吗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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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皇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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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长鬼 从这里到火焰山 需要多久 如果咱俩快马加鞭的话 十五日便可到达 驾 驾 驾 这把佩刀是我亲自催活的 以灵溪湖的天地之气所打造 为诸剑气惊魂 我将我的仙血融入其中 才得以制造出佩德上人的兵器 我曾经说过 倘若你是清白 当初我赐你们的仙 我定会相遇 可惜事与愿望 你这把刀我受不起 我现在就还给你了 小姐 你真的打定主意 要离开太史局了 就算真的要离开 那也要等李大人回来了 再做定夺 他老人家 已经在赶回皇城的路上 不日便会到 小姐 你难道 真的要独身去同学院上任 连醒秋都抛下了吗 跟着我没什么好处 你留在这儿 好好照顾义父 替我禁销吧 小姐 司徒奉剑 你给我出来 出来 小姐 这偏少监 他一定是因为太子 大夫妻的卑鄙小人 他已经气疯了 你可千万不要出声啊 你快出来 你留在屋里 不要出来 小姐 司徒奉剑 小姐 小姐 你快出来 司徒奉剑 你个卑鄙小人 虚情假意 若不是因为你 太子怎么会公然抗旨拒婚 现在好了 我留为全皇城的笑柄 还连累我爹 在朝中无地自容 这口气 我今日若是不出 我就枉性陪 我再说一次 我对太子妃之位 没有半点瞎想 裴大小姐有空来找我麻烦 不如回去好好想一想 该如何讨太子的欢喜 司徒奉剑 我告诉你 你的报应马上就来了 八方宝刹的方丈 与突勒大事 今早已经禁入皇城 只怕此刻已经进宫了 炎镜丢失一事 你难辞其咎 皇后一定会秉公办理 绝不会放过你的 这么快 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来了 看来必须拿伤心 立刻离开太市区 司徒奉剑 虽然我的武功没有你高强 但我绝不会轻饶你的 看招 住手 义父 我才离开几天哪 你们俩就大打出手 我再挽回了两个月 是不是要把我的太史区给拆了呀 李大人 李大人你总算回来了 你要是再不回来 我们家小姐可要吃大亏 醒醒 他吃亏 他吃什么亏啊 吃亏的人明明是我 我才是受到牵连的那个 因为他太子抗旨俱婚 不但我沦为笑柄 还连累我爹 在同僚面前抬不起头 太子更是受到了陛下的责罚 把禁足思过 这些 可全都是拜你司徒奉剑所赐 行了 那也不是你大闹太史局的理由吧 司徒奉剑 严禁丢失你难辞其咎 现在突勒使臣 都到皇城来兴师问罪了 李老官 你倒是说说看 到底谁是祸害 凤剑 随为父来一趟 凤剑 随为父来一趟 凤剑让义父失望了 亏对义父多年来的教导 还请义父责罚 你这是干什么 来来来 起来起来 地上凉 大事已至 此乃天命难违 其中种种变故 又岂是你能够左右的 义父这趟去泰山 可是有所发现 为父问你 你是不是去过荒村军屯 我们为了追查太史局的内奸 追踪到了荒村军屯 军屯内所藏乃是一块碑纹 是皇后最为忌惮的东西 天意啊 这真是天意啊 碑纹在线 天苟时日 这都是大凶之兆 为父这次去泰山闭关 沾兴旺气 以待窥探天际 可惜啊 义父 那皇上跟太子的处境 是不是更加危险了 多少年来 对 皇后一直试图染指朝堂 加上圣上 如今又病体缠身 皇后正好可以名正言顺地 巴持朝政 我朝的气数 绝非人力所能窥探哪 义父 封剑有一事相求 还请义父允许 不行 你都不用说 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 绝对不可以 可是这是眼下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 义父 只要你允许 你不要多说了 我是不会答应的 封剑 天道无常 因果循环 我等理应抱有敬畏之心 你欲 窥探天机 义父绝不答应 义父 女儿从小被父母遗弃 是义父把奉剑捡回来 细心照顾 养大成人 教导女儿为人处世之道 女儿因为能够预言 被人当作是怪物 又是义父 把女儿维护之际 要不然 女儿早就被人当作妖怪 被火烧死了 这些年以来 女儿一直谨记义父的教诲 从不敢随意窥探天机 可是如今 事急从全 女儿只想找到炎京的下落 至少能给突勒使节一个交代 况且 现在八方宝刹之内 朝廷已派汉僧入住 这是两方友好的见证 如果因为女儿的原因 让八方宝刹 以及细域不稳 那岂不是伤了两方的和气吗 若是两方开战 生灵涂炭 苦的可是黎民百姓啊 还望义父成全 不行啊 我是绝对不会答应你 剑儿 当初义父收养你的时候 就是希望 你能够像个普通人一样的活着 况且当今圣上 最忌讳鬼神之术 切记 万不可让旁人知道你有此神通 以免遭来杀身之祸呀 是 奉剑知道了 义父 太子因我受到牵连 女儿心中实在过意不去 恳请义父在二生面前 对为太子美颜几句吧 你这个孩子啊 就是心态善 这明明是这个小子 把你给牵连进来了 你还要替人家着想 他是太子 天塌下来了 自然有人替他扛着 可是义父 您 说到底 这件事情也跟我有关系 行了行了 太子的事呢 你就别操心了 义父自有分寸 多谢义父 那您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奉剑即刻启程 前往同学院上任 行 剑儿 你去吧 凡事要多加小心 义父 告辞 来 圣上 思虑过重 为国为民 操劳过度 还须静心修养 调理龙体才是啊 皇后啊 皇后啊 可曾通知群臣呢 皇上 臣妾按照您的旨意 通知群臣在拼殿候着呢 哦 皇上也知错了 这会儿在殿外跪着呢 皇上是否要见她 她让朕太伤心了 朕不见她 皇上 皇上 您消消气 她将来是要继承大统的 太子妃的娘家 就是她将来继位以后的助力 要不然 为什么朝中三朝元老 朕偏偏选择了培居道的女儿呢 皇上 太医让您敬养呢 皇后啊 皇上放心 我一定好好地跟皇儿分析分析 这天下做父母的 没有害子女的 皇儿还小 一定是受人蛊惑 我先罚她在东宫闭门思过 抄百遍孝京 好好清醒清醒 来 也只能如此了 皇儿不成事 朝中又是多事之求 朕想歇呀 可歇不下来呀 皇上 看看 你又着急了不是 要我说呀 朝中的事啊 也不必急这一时 再说了 不是还有臣妾吗 臣妾也可以尽绵薄之力 要不这样 臣妾先替皇上看看奏书 整理好了 再一一地说给皇上听 行 这样皇上不就有时间休息了吗 免得他们大事小事的 都来劳烦您 皇上 龙体要紧哪 还是皇后疼我呀 这 就让你说的作法 皇上 臣妾 就盼着皇上早日康复 和臣妾一起寒衣弄思量 来 躺下歇会儿 爸 太子也太不懂事了 小点事 皇上的家事岂是我们能说的 也是啊 难为皇上了 你说这 家家有本难得的经啊 咱们绕道行吧 陛下 宋臣已在殿外等候 皇上 您安心休息 臣妾替您去应付那帮大臣 宋臣妾 众爱卿 有什么话 不妨直说 启禀皇后娘娘 圣上龙体欠安 理应由太子监国管理朝政 自古以来 并无皇后监国临朝之先令 望娘娘三思 臣复义 太子乃国之储君 太子监国名正言顺 其他人 有什么想法 都说出来意义 上官大人 言之有理 理应由太子监国 理应由太子监国 各位大人 此言诧异 太子监国 是上应天命啊 上官大人不要着急 太子虽是国之储君 但是皇后娘娘乃是国母 太子年幼 皇后娘娘虎仪天下 临朝称治 乃是为陛下分忧 乃是大义仁德 再说 秦宣太后时 便有垂帘听政的先例 况且 圣上对皇后娘娘的贤德 也大加赞赏 不吝 但她为国操劳 太子仁厚 太子监国名正言顺 上官大人此言诧异 陛下现在只是龙体窃安 皇后娘娘坚果 也可尚达天厅 也可尚达天厅 既然上官大人和李义甫各执一次 是 裴将军 你的意思呢 回禀皇后 老臣以为 李丞相言之有理 况且皇后监国 乃是圣上亲自指派 谁敢违抗便是违抗圣意 裴绝道 好 恭请皇后娘娘临朝见国 恭请皇后娘娘临朝见国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 皇后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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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我舍不得让你一个人走 我不是一个人走 带着你一起走 快去收拾 持则生变啊 真的 你要想跟来 不是不可以 不过 你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醒秋都答应 只要能跟着小姐一起走 醒秋一定听话 好 你绝不能把我的行踪 透露给任何一个人 包括义父在内 还有 必须要为我打掩护 小姐 难道 你不去透学院上任了 是要去 但不是现在 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非做不可 而且必须要瞒着义父 是什么事啊 我要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鸿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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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该不会 是要去见 没错 我要亲自去会一会他们 你不认识